全球最小的佛寺叫做托寶路克敦佛寺 托寶路克敦 維吾爾語解造很多套堆 理座位於新疆和田策略縣的佛寺 面積只有4.5平方米 四場一門 四面都有精美壁畫 刻有佛教聖像 中間就供奉一尊佛像 它又是一個家庭共分的一個佛寺 就是一個民間的貴族家庭共分的一個佛寺 這就說明當時的佛教文化的鼎盛和盛行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考古學家推斷 這個國家文物局列為2002年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之一的佛寺 至少有1500年歷史 估計是在佛教最為盛行的唐朝興建 當局在佛寺上面興建博物館 保留佛寺的原來面貌 外電報導 佛寺有分1號、2號和3號 當中有一條走廊連結 目前考古學家還探索著 為什麼當地只是找到佛寺 而發掘不到古代民眾聚居的地方 相信考古團隊要找到答案 就要再加霸勁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刊文報導 早安! 早安! 1 of them